但是从去年年底 工作这方面产生一些问题 一次前没解决了 现在感觉到精神不振作 可能是因为失败了吧 然后也不出去工作了 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然后老实花我的钱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上进的女孩子 所以我觉得男人不应该比女孩子要差 现在我们俩是经常吵架 这也看不顺眼 那也看不顺眼 他写出一个坚决的要求 要么和他一起回四战老家 要么就是跟他分手 像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给不了我任何一点安全感 那么我绝对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女生要求男生跟他走 是因为他觉得男生不够上进 这段情感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雅25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雅24岁来自四川 也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怎么认识的 在上大学的时候 大一认识的 两个人一起上课 然后我也特别 因为我自己性格特别内向 然后他又是一个开朗男人 喜欢和男生打在一起 当时打了我一顿 然后是结实了 他为什么打你 他性格应该是这方面 不是 因为什么事 因为我们平常没见过面 我是 没见过面他就抱歉你 我是隔壁班的 他说没见过我 他就催你 没有 那就开玩笑嘛 打是亲骂是爱 就关于一句老话 那你们俩这个大学毕业到现在有多久 差不多五年了 大学毕业五年还是说从 就从认识到现在五年了 现在这个小片里 我听到了什么又是不上进 又是他不跟我走 你们毕业之后去哪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济南 上学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毕业之后呢 然后就一直在济南工作 就留下济南了 对 这不是挺好的吗 以前挺好的 后面很多问题就出来了 你看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觉得 小学堂里面的爱情特别特别美满 但是出来之后面对社会吧 就很现实了 没办法用学校里面那种价值观去衡量 你在就是出社会之后的爱情呢 你别这么哲学 你说点接地气的 发生了什么 我总感觉他母亲不是很喜欢我 因为他母亲第一次来济南 我请他母亲吃饭的时候 对我的态度可冷了 你母亲就一直在跟旁边的那个阿姨聊天 那个阿姨是东北的 他儿媳妇是济南人 然后他儿子呢 就跟他儿媳妇到济南这边来创业了 然后他母亲就非常非常激动地说了一句 她说 这不就是等于娶了个儿媳妇 嫁了个儿子吗 因为我家是四川的嘛 然后他家又是荷兰的 那你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妈妈她是同事 也是四川的一个女孩 后来因为感情不和 这个女孩呢 然后抛家弃子了 把那个孩子也不要了 然后又回去转老家了 所以我妈怕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 你母亲对四川姑娘是有成见的 对 这个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吧 那你说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你母亲怎么做的 你看我第一次去你家吧 那么远去 然后你母亲就做了一个白菜炖那个粉条 然后吃的饭还是剩饭 你说我是以你女朋友的身份回去的 你说哪怕我不是你女朋友吧 就算说是个朋友 你母亲也不能这样做吧 姑娘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只有白菜炖粉条 哪怕您给我加一块子 我也乐意是吧 对呀 这事就过了吧 这不都是过去的事吗 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父母的问题吧 说是个问题 但是不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 咱们说好一起好好努力奋斗的 那你说你做了什么 咱们毕业之后 说好一块创业的 咱们也是开了一个店 但是从开店一开始的时候 问题就层出不同的出现 说好的 我出房租啊 然后铺货 然后你去搞装修 还有店里面的基础设施 我十月份的时候把店租下 然后后续的货也铺上了 但是你来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你才给我把店装修好 整整半年的时间 你说你做事也不至于这么拖沓吧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开过店的经验 然后他把所有的货都扔给我了 但是我自己估算不足 我也没办法 关键时候你总是掉链子 你说咱们的店开起来了吧 你得好好经营吧 那你说你后面做了什么 因为我每天在外面跑上了 本来回去就挺晚的 然后你说有一次 我回家那么晚了 都十点半了 然后你当着那么多 店里面好几个眼光 在那里看电视剧 而且我让你 我说别看了 你直接把电脑一摔 专门就出去了 那你说这是你干的事吗 你也知道当着那么多人 然后那个我甩脸 和果人关系不好 就别在一起嘛 要不然这店你一个人管了 你找点其他的事做 不就完了吗 那是他不找啊 他就赖在这店里是吧 对啊 每天都不出去 然后你看后面吧 店经营不散 然后后面关了 关了之后你说 你是一个男人 你得好好出去工作吧 你也不好好出去工作 没有经济来源吧 你还花我的钱 你说你花我的钱吧 就算了吧 你得给我打声招呼吧 你连招呼你都不打一声 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的时候 你说当着大街上那么多人 你就理直去找了 给我要钱 给我点钱 花花吧 我又不是你妈 是不是啊 那会我们就吵起来了 然后到回家的时候 你直接把我放在桌上东西 往地上一摔 然后我觉得吧 我可能女孩子嘛 也不能那么强势 然后我给你道歉 我道了三次前 我第一次说 我可能是我错了 对不起 然后你没理我 然后我后面我又说 我说你别这样 我说可能是我错了 然后你还没理我 我说那你把工资卡拿去吧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吧 然后你就直接把工资卡 甩给我 然后你给我说了一句什么 你说滚 我以后再也不花你的钱了 是吗 关键是他道歉的 态度一直都不对 道歉应该是什么态度 因为我感觉到他很嚣张 平常的就感觉到他是女王 然后你给他借钱的 他又是那一种态度 而且是很强势 那你说我道歉态度不对啊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样的 一个道歉态度啊 我应该给你断杯茶 送杯水 然后再在地上给你磕一个头 对不起我错了 你说这事就过去就算了吧 这事也算了 就等于你养他是吧 现在 现在反正是花了我的钱 那就是你养着他是吧 承认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想努力的 那你说 不说了不说了 买卖不说了啊 这说买卖就说不下去了 今天来这儿 我看这里面也说了 说你得跟我走 要不然我们就分手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之前吧 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谈恋爱之前 我就告诉过他 我不会去河南 如果说你能够接受了 咱俩就谈 然后他也没有给他父母说 他就一直就这样吧 然后就 就一直谈着的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你看现在 咱们都毕业一年了 他自己也不上镜 你说你上镜的也好吧 我还有点希望 你说你又不上镜吧 那我肯定我就要回家了呀 哦 你现在想回四川了是吧 对呀 那他要跟你回四川 你还接受他 看情况吧 他不努力回四川也没用啊 男人是什么 男人是要给女人安全感的 你要 你要是 你就这样天天我养着你 那以后咱俩有还能生活吗 好 姑娘 那我问个问题啊 他不能给你安全感是吧 是啊 现在有能给你安全感的男人吗 没有 没在外面找找什么呢 反正他没安全感吗 没有 其实他有过这样的 你看看 因为之前 别人问他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说没有 说白了 就你这样的男朋友 是不是我感觉丢脸 追你的应该有吧 那也没同意啊 你没同意是吧 对呀 因为你想吧 挺优秀的一个姑娘是吧 又没有男朋友 那追的人肯定多 对不对 还好 还好 有还是没有吧 有肯定有啊 有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还知道 那你怎么做呢 兄弟 我跟他商量啊 你跟他商量 有时候也生点梦气 你没招是吧 我也没办法 哎呦 你来我们这干嘛来了 我希望能够 让他这个舞台 能归我一次机会 而且是在接下来 自己感情这方面挺迷茫 包括四爷这方面 我想各位老师 给我指引一下 指引 你今天来是给他机会的呢 还是想把这事说清楚 说我也不耽误你了 因为你确实给不了安全感 看看他吧 我得看看他的改变 如果说我真的是 就像你想的那样 那我早就不要你了 那我今天也不至于 站在这里了 是不是 反正就是 现在有人追 但是心里还有他 是吧 是 这段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好像很无助 对 因为工作一段时间了 然后付出了结果却没有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的 你一直在逃避 没看到你有太多行动 你总是在依附 原来是依附妈妈 现在呢 有点像依附女朋友 这不对 自己不努力 冤天有人是改变了 不要有问题 再说说女孩吧 我首先说一点啊 男人一旦事业是干不成的话 这个感情就很容易破裂 因为他即使他什么也干不成 哪怕你养着他 他不会老老实在那养着 他会给你惹出各种麻烦 他或者是自己在折腾自个儿 所以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你就是在当妈的感觉 越走越像妈 所以给你几种选择 要么你慢慢接受去培养 要不然赶紧就分手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遇到困难了 这点不干了 你不干这 你可以干点别的呀 是不是啊 你开店你开不了 你得做壶开水呀 给媳妇泡泡脚 这你干得了吧 是不是啊 从生活上应该多关照这些 现在社会分工嘛 也不一定都是男人出去闯 是吧 咱要是能把女人那些家里做的事 都做了也挺好的 你说呢 是 我问女孩一个问题 你觉得她不能给你安全感 你理解的安全感是什么 就是至少来说 在我需要她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我需要她帮我做点什么的时候 她能够立马给我撑得起来 你指的 是指她在事业上给你不了那种安全感 对 一个是事业上 另外一个是我感觉 毕业之后吧 然后出了社会之后 我感觉她也不像以前 那么照顾我了 也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你反复在说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所以在你的概念里头 那个男人应该是一定是在外头有自己的事业 对 我可以很直白地告诉你 他一定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男人 那你还要的吗 我之前我就给他说过 我说你再不这样的话 我真的我就 你就失去我了 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你 你说过这么多话 而且我们也所见 他就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男人 分还是不分 趁早挑明了 当断不断必然自乱 而且我告诉你 变的还真不是他 变的是你 他一直没变 他还处于几年前认识的那个在学校里的那个乖男生 经过毕业之后 你现在发现 其实你们之间男女之间这种感情不是那么单纯了 不是那么只知道你情我 愿而是还有事业 对吧 还有家庭 今后可能还有婚姻 对不对 对 变的恰恰是你 这种变倒不是说你错了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变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变 你们俩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如果不是 他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趁早分手 男孩 我想任何一个他所谓心目中的男人 听到说 我有你这个男朋友 我觉得丢脸这两个字的时候 一定忍受不了 但是你没有任何反应 你承受了 在我的判断来说 和他在一起 你一定不是爱上他的所有对你的爱 而是说在他身上能找到那种 对于母亲的那种爱 错位了 孩子 你应该长大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找到那种母式的爱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能给你 但他一定不是 因为他希望自己男朋友 一定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他所说的那种男人 他不是小一个儿子 所以说 如果你们真是 这种错位的爱的话 那趁早分手 女生一般都很喜欢说这句话 就是男人应该给我安全感 但其实这句话背后 应该还有一句 女生应该给男生归属感 男生给女生的安全感 一定不是只是来自于 所谓物质的保障 又或者是家庭当中的照顾 一个男人是否真的能够给家庭的安定感 和女生的安全感 就来源于两个字 骨气 如果他有骨气 事业碰上低谷 他还能爬得起来 遇上任何事情 他还能扎得住 不管此时此刻 是高是低 他都能踏踏实实的 把目前的事干好 但可惜的是 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骨气 我不反对说 老公一定不能向自己的妻子要钱 我也向妻子要钱 没有关系 但听他那个口气 完全就是一副烂泥巴的样子 怎么样 给点钱花花 同时在说这句话的同时 家庭当中的力所能及的事 他又不干 所以你没有骨气这一点 就使得你在受到生活的挤压之下 你完完全全支撑不起来 就是在女生的眼中 心目当中 你已经不是一个男生的样子 其实哪个男人 没有事业当中的低谷状态 谁都有 但关系是在低谷的时候 你还是要像一个男人 但你恰恰缺乏这点骨气 男人一旦没有骨气 就让女人看不到希望 但是另外我也想说的后面一点 是女生也应该给男生归属 一个好的女人 能够刺激起男人的野心 同时也能够抚平男人的野心 我们看到 在一些伪迷不正的男人面前 有些女人可以用她的智慧 让她变得有上心心 但是当男人已经迷失了方向 充满欲望 要犯错的时候 聪明的女人又能够抚平 他们的这种欲望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你的方式方法完全是错误 你说你想刺激起她 你所使用的 不是真正的那种 生活当中深刻的那种鼓励 你是羞辱 有你这样的男生真是丢脸 如果是真的爱一个男人 怎么舍得去这样羞辱她 怎么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想鼓励她 如果你真是希望她还能够爬起来 给她归属感 给她一种支撑感 可以告诉她 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 如果咱们不适合做生意 咱们就不做生意 如果你能这样去做 我一定觉得会给她内心一点支撑和温暖感 而不是全面的打压 你说呢 就这样